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世界上就出现了一位没有任何超能力的超级英雄 超级高富算 格斗大师 犯罪学专家 他就是蝙蝠侠 回想起蝙蝠侠第一次登场的时候 那时正是美国漫画的黄金时代 经常对付的罪犯大都是黑帮 间谍 无良商人 各种奇奇怪怪的坏分子 大家都知道蝙蝠侠除了一身紧身衣之外 原来作者一直不停地尝试 为蝙蝠侠设计不同的新造型 1939年的时候 蝙蝠侠有一对厚厚的锥形耳朵 你看像不像恶魔的脚呢 面罩一开始就已经包住整个头了 而且还露出下巴 灰色紧身上衣 再配条深蓝色四脚裤 还有那黄色皮带和紫色婉印的手套 胸前那个黑色蝙蝠标志 有点像骨子呢 到了1943年 初代的蝙蝠侠 Lewis Wilson的战衣 基本上就是直接从漫画里搬出来 除了没什么改动 他还是第一个出演电视剧的蝙蝠侠 我发现美国的超级英雄都超爱披风的 蝙蝠侠的披风带着强烈的割得气息 而且这块披风还会依据故事的内容发展 去改变它的硬度 有时候硬得像蝙蝠的翅膀 有些是柔的 像丝巾 后来为了表现它的动作有多快 蝙蝠侠的披风就固定成会在空中飘扬的样子 而且还越变越长 在1949年 第二代蝙蝠侠 Robert Lowry 蝙蝠侠开始使用更加贴心的紧身衣 这其实是为了突出这位格斗大师强壮的肌肉 1966年到1968年期间 第三代的蝙蝠侠 Adam West 这个蝙蝠侠的面具到底想怎样呢 感觉这两条眉毛特别的逗 不过胸前的蝙蝠侠标志就越来越成型了 除了说小了一点 还加上黄色椭圆的外宽 这是为了刻意突出蝙蝠的标志 也让大家联想到蝙蝠侠背对着满月的剪影 每隔30年蝙蝠侠的形象就由黑暗转向光明 再由光明转回黑暗 但是他的死忠本表示蝙蝠侠必须是黑溜溜的 阴沉的 全身都要长满爆炸的肌肉 所以1989年第四代的蝙蝠侠Michael Keaton 换掉了布料自己的身衣 穿上第一套漆黑硬朗的战袍 让大家都能看到他肌肉爆炸的线条 这是蝙蝠侠第一次 以全新的黑暗骑士形象出现 带一幕的造型 1995年第五代蝙蝠侠出现在永远的蝙蝠侠里 这部电影是由Woke Ma出演的 这次蝙蝠侠又换上了另一套线条更明显的战衣 1998年在蝙蝠侠与罗宾中 第六代蝙蝠侠George Cooney 为了打败吉宗先生 蝙蝠侠的战衣变成采用大量太空材料的防寒套装 从2005年开始到2013年 第七代蝙蝠侠Criston Bell 分别在蝙蝠侠开战时刻 蝙蝠侠黑暗骑士 蝙蝠侠黑暗骑士崛起保留了黑暗的元素 打造出全新现实主义的帅气蝙蝠侠 我觉得这个时期的蝙蝠侠的战衣最好看 整套磨砂战衣看上去很有质感 到了现在第八代的蝙蝠侠Ben Elflet 他是最新一代的蝙蝠侠 在蝙蝠侠大战超人中 为了让电影的logo融合超人和蝙蝠侠 蝙蝠侠胸前的标志也变得异常的大 面罩耳朵缩短了 肌肉是有时以来最发达的状态 战衣不再是布料 变成了重型装甲 而这套装甲重达45公斤 在正义联盟中 蝙蝠侠的披风被剪短了 据说是为了方便活动 但这个造型与漫画也相当的接近 整体是采用了一种新式的轻薄布料 虽然已经分享了这么多蝙蝠侠的战衣 但其实蝙蝠侠一直都是依靠自己的体能 战斗的技巧 并非完全依靠他的战衣装备的 如果大家对赤木漂流的内容有任何的建议 欢迎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资料 我就在奇葩春等着你哦 谢谢大家